这期继续分享《幻海》第54篇 你给他打过电话了 陈伯不动声色地放下电话问道 谢时面露尴尬 农安晴在电话里说了 谢时这个老王八蛋给他打过电话了 还许了不少的好处 但是这更让农安晴觉得 自己男人的案子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真是啥问题没有 这些人会惯着自己闹吗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 他们没有胆子再把自己搞死 他现在担心的不是自己 而是自己女儿田巡艳 他是真的怕这些桑尽天良的东西 对自己女儿下手 好在这些人目前还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倾向 有时候农安晴也在想 自己这么闹 最后能有好结果吗 可是一想到自己男人惨死 他又不甘心 你这么谈 他更以为我们可以无限制地满足他的条件 这还怎么谈 这也是柴书记的意思 陈伯总算是找到了第一个发力点 你们自己联系了农安晴 没经过我知道 就许给了他这样那样的好处 这还怎么谈 他要是狮子大开口怎么办 他暂时够不到柴星旺 但是训泄时还是手拿把掐的 再说了 你没有约到的人 我给你约来了 但是谈的时候 你们自己谈 别把我拉进去 现实也不敢 把这件事 推到柴星旺头上 嘴巴扎扎了几下 摇摇头没说话 他答应见一面 你自己去 还是我和你一起去 陈伯又开始抬自己的身价了 农安晴见了你们就骂 你们也约不到人 现在我把人给你们约来了 有本事 你们自己去谈吧 别把我拉下水 到时候 农安晴骂街的时候 我也好躲远点 现实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也知道就算是自己 见了农安晴 对方不在自己脸上 挠几道穴道子就不错了 他哪敢自己去 而且柴星旺也说了 这次尽量让陈伯扮演主角 目的当然是把陈伯拉下水 让他对付农安晴 后面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这两人 必须有一人出局 哎 陈主任 他现在也就对你的态度好点 我们科室这些人 基本都被他堵在办公室 骂了不止一次了 还有个问题 你可能不知道 不但是他 就连他教的那些学生 也在明里暗里的 对学校表达不满 学校担心 这事以后影响不好 想停了他课 这么严重 那就干脆停了他得了 把事情闹大 大乱才能大致吗 陈伯不屑地说道 谢时一愣 阿妈这家伙站着说话不腰疼 真要是闹大了 外面就有更多的理由 介入到学校里来了 这正是眼下校领导 不希望看到的 地方是谢时找的 就在党委小楼上的会议室 陈伯和谢时到的时候 农安晴母女早已到了 陈伯看到田巡艳也来了 有些意外 问道 今天也需要你拍照记录吗 大叔 我妈说了 每一次和学校里的交涉 都要做好记录 以便以后上北京的时候 有话说 待会让你看看 我的摄影技术 有没有进步 来吧 开始吧 田巡艳在会议室的 一脚架好了摄像机 谢时的脸色很难看 但是她也不好 和一个小姑娘计较 农老师 这又是何必呢 谢时指了指架设起来的摄像机 有些尴尬地说道 说这话的时候 她还看了看陈伯的反应 但是陈伯这家伙 一点帮着说句话的意思都没有 就眼看着这娘俩在这里折腾 这还没完 等到谢时看这架时 她也左右不了 接下来的谈话节奏的时候 她才会觉得 陈伯真的是一个猪队友 这个见面会是谢时要求的 柴星旺连见自己的意思都没有 来这里之前 陈伯还象征性地向主管领导柴星旺请示了一番 可是柴星旺说 该说的她都和谢时交代了 既然如此 那还有自己啥事 听着呗 三个人坐下后 谢时再次把目光投向陈伯 但是陈伯只是伸了伸手 示意她可以开始了 除此之外 再没有其他的动作 谢时这个郁闷 她和农安晴打交道不止一次了 当然知道 这娘们可不是自己能收拾的了的 虽然脸上堆着满脸的谄媚 可是农安晴不为所动 如果还是以前那些废话 你也不用说了 至于你们承诺的东西 我不稀罕 我就想知道 田兴昌到底怎么死的 你们谁出来给一个确切的答复 农安晴说这话的时候 看向了陈伯 但是陈伯眼观鼻鼻关心 根本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农安晴由此了解了 他们对自己还是老一套 没有丝毫的改变 这次所谓的见面会 不过就是多了一个陈伯而已 老田的事 学校领导很重视 陈主任刚来 对老田的事情不是很清楚 学校领导说了 老田的车祸 可以按工商处理 为了照顾你 学校这次评教授 对你可以一路绿灯 走个程序就可以了 你看呢 陈伯文言 瞥了一眼谢时 心想 这他妈的 就是你们拿出来的条件 这不应该是早就可以拿出来的吗 老谢 这样好不好 我把这些好处让给你 让你老婆去死 咋样 农安晴的嘴 也真是够毒的 不谈就不谈 犯不着连和自己谈事的人都骂着吧 谢时显然是没有想到 农安晴居然能说出这番话来 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骂回去 可是这还没完 农安晴接着说道 咋了 舍不得 来来 给陈主任看看 你给我发的信息 老田刚死了没几个星期 你给我发信息说 可以在老田的事上 给我多捞点好处 还说 你对我很有好感 还有什么和你家里那位没啥感情了 谢时 你这个老王八蛋 到底是傻玩意变的 咋这么恶心呢 陈伯文言 一下子呆住了 而农安晴站起来 就要把手机递给陈伯 可这个时候 谢时也站了起来 伸手就朝着农安晴的手抓去 这一看 就是想把农安晴的手机抢过来 陈伯向后躲了躲 以便给谢时留出来足够的发挥空间 农安晴反应很快 可是他还是晚了一步 手机被谢时拿到了手 但是这个时候 一直躲在一旁的田巡艳 从谢时背后推了他一把 谢时一个不注意 整个人趴在了桌子上 这下给了对面农安晴机会 他本就是探身 想要把手机拿回来 这下可好 一把薅住了谢时的头发 谢时不但是被农安晴薅住了头发 而且农安晴手上也没闲着 劈里啪啦 几巴掌就打在了谢时的脸上 见货还挠了他几下 真不愧是打仗亲兄弟 上阵母女兵 就在农安晴和谢时撕扯到一块的时候 田巡艳眼疾手快地 从谢时手里把手机抢了回去 陈伯好像是一个局外人 一直置身世外的 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反而像是一个看客 就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这一幕 群 当田巡艳把手机抢了回去后 陈伯才悠悠地说道 差不多得了 这是党委会议室 你们这么闹像什么样子 农安晴文言 给了陈伯面子 但是在松开谢时的时候 罩着他脸上 又给了他一巴掌 谢时从始至终都没有还手 一来他没那个机会 二来他也不敢还手 一旦真要是把农安晴打了 那他就更有理由和学校闹了 谢时担不起这个责任 而且陈伯还在这里呢 他以为陈伯会为自己说句话 至少也该喝止农安晴的撒泼吧 但是没有 陈伯这混蛋从始至终都在看热闹 虽然谢时没有还手 但是农安晴毕竟是个女人 经过这一番撕扯 她的衣服也有些走形了 不但是外衣被撕扯得皱皱巴巴 而且她的内衣都漏了出来 现在天气渐热 农安晴穿得并不多 也不是那么严实 这么一来 女性的很多隐私部位 都有所裸露 农安晴镇定下来后 迅速整理一下衣服 接着又指着谢时的鼻子 开始骂了起来 还别说 农安晴不愧是老师出身 骂人那也是一套一套的 谢时这个干继伟出身的 根本骂不过她 哎 打又打不过 也不敢打 骂也骂不过 谢时心里那鼻子窝囊气 可想而知 头发被农安晴薅得乱七八糟 而且农安晴下手是真的很 会议桌上的那一柳头发非常扎眼 不用说 那一定是谢时的 而且她脸上也被挠了一个血道子 非常醒目 谢时知道 今天自己算是倒霉到家了 不过她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事情都这样了 学校领导 总不能还让她出面 做农安晴的工作吧 所以 从今天往后 农安晴这块烫手山芋 才算是真正的扔出去了 至于扔给谁 那还用说 当然是眼前这位 看热闹不嫌失大的陈主任了 谢时想好了 这就去柴星望那里 告陈伯一撞 趁着这事的热乎劲 赶紧把农安晴这娘们的事 从自己身上彻底撕扯下来 谢时走后 农安晴这才有机会 认真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 能谈就谈 不能谈就拉倒 这又是何必呢 陈伯无奈地摇摇头说道 他们没有任何诚意 我一直要和校长书记谈 他们一直躲着我 这里面如果没有问题 他们躲着我干啥 我丈夫死了 我见到的最大的学校领导 是纪委书记柴星旺 那也是个说人话不办人事的混蛋 算了 不和你说了 他们肯定会找你 我们以后打交道的机会 多的是 说完这话 农安晴气呼呼地走了 田巡燕收拾了自己的摄影器材 朝陈伯尖尬地笑了笑 快步跟着农安晴走了 十分钟后 陈伯接到了柴星旺的电话 让他马上到办公室来一趟 听得出来 这次柴星旺也急眼了 果然 现实也在 但是不知道这家伙怎么和柴星旺说的 从自己进门 柴星旺的脸色就异常难看 怎么搞的吗 两个男人还收拾不了一个女人 你们俩是干什么吃的 这话虽然说的是你们俩 可是柴星旺是盯着陈伯说的 很明显 这些火是冲着陈伯来的 陈伯没理他 而是看向谢时 问道 老谢 要不要去医院上点药 面对陈伯对自己的冷脸 柴星旺也没什么好办法 一来这是确实没陈伯傻事 农安晴要打人 为什么不打陈伯 当时陈伯离农安晴更近一点 为什么没对他动手 第二个原因 就是陈伯的背景 现在学校领导通过各方渠道 对陈伯做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他们很清楚 陈伯就是省里砸进来的一颗钉子 最难受的是 他们明知道陈伯来这里的原因 可是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 陈伯 刚刚谢时把刚发生的事都告诉我了 你对这件事不了解 以后你不要再管农安晴的事了 学校会派其他人和农安晴对接 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柴星旺冷冷地说道 柴星旺说完这话 心里也是一阵紧张 他担心陈伯这家伙油盐不尽 拒不服从自己的命令咋办 自己还能和他闹翻脸吗 哪知道陈伯居然当即就同意了 这让柴星旺倍感意外 可是接下来陈伯的一句话 彻底把柴星旺问住了 我对这件事确实不熟悉 也不想管 问题是农安晴去找我解决问题 你们谁能说服他别找我就行 我确实不想掺和你们以前的利益纷争 谁能说服农安晴 这不是扯的吗 柴书记逃避不是个办法 我刚刚和农安晴谈了谈 他说老田的事出了之后 他见到的最大校领导就是你 他想和校长书记对话 这个能安排吗 陈伯的话句句诸心 校领导如果有胆子和农安晴见面 不早就见了吗 怎么会拖到现在 要想解决问题 现在学校的条件还不够 学校领导们是不是商量一下 提高一下价码 就目前开出来的条件 我看也没有谈的必要了 农安晴不会接受的陈伯三两句 就把农安晴的要求都讲了出来 但是陈伯不知道的是 这些人都不想承担责任 如果校长书记都出来安抚一下农安晴 事情也不会闹到这个地步 农安晴的家里 他还在为刚刚和谢时的打仗气愤不已 总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 但是在书房里的田勋燕 好像发现了新的东西 他一遍一遍地重复播放着会议室录制的视频 尤其是自己老妈和谢时打起来的那一段 他总觉得陈伯眼神看的方向有些不对劲 罗阳很忙 谢元春也很忙 自从陈伯来了之后 他们三人还没有一起聚过 晚上 罗阳终于忙完了最近的一些项目 先给谢元春打了个电话 叫他出来吃夜宵 他知道陈伯一个人在北园 应该有时间出来 于是 这三人在省委大院两条街外的一个烧烤广场巨头了 陈伯离这里最远 所以来的时间也是最晚 他到的时候 罗阳和谢元春已经在小炉子上开始操作了 陈伯连连道歉 你该买辆车了 不然出入不方便 罗阳说道 买啥买 你明天来公司 我给你协调一辆 烂事烂了点 车嘛 能带不就行 谢元春递给陈伯一支烟 说道 罗阳看了陈伯一眼 在陈伯说话之前 把他的话堵了回去 庞书记对他寄予厚望 你不要让他犯错误 哪怕是去买个二手的 也不要用你公司的车 再说了 你那个公司里 不知道多少人在盯着你呢 这样的低级错误 不要犯 罗阳提醒道 谢元春被罗阳这么一说 非但没有感觉到难堪 反倒是压低了声音 说道 哎 罗阳说得对 我昨天在饭局上听了个消息 当然 说这话的人 当时不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胡说什么 庞书记正在从外省调人过来 信不过本地干部之类的 我还想多听听呢 那人被人提醒之后 喝了几杯就走了 所以 你我 还有陈伯 我们都要小心点 低调做人 尤其是不能被人拿到了把柄 不然 庞书记那里也不好交代 三人深以为然 到目前为止 陈伯作为一根蝎子 刚刚嵌入到高校 水电学院在庞国安眼里 腐败最明显 也是腐败最彻底的一个单位 而谢元春 则是作为另外一根蝎子 正在深深地扎进 清安省国企中的代表 也是最赚钱的企业 水电投资集团两位领导 你们来北原 也有一段时间了 知不知道 有个叫九仙度的地方 陈伯皱眉问道 谢元春文言 抬头看了一眼罗杨 说道 嘿 可以哈 这么短的时间 就知道九仙度了 看来咱领导眼光不错 陈伯就是干这一行的料 有胆有食 有脑子 陈伯被谢元春说的 有些莫名其妙 虽然谢元春和罗阳 对他都不错 而且老弟老弟的叫着 他和罗阳之间还好 因为他们之间 只是有一段极短的 上下级关系 但是他和谢元春 可是有很长时间 上下级关系的 所以对于谢元春 老弟老弟的称呼 他可不敢称呼 对方为老哥 依旧是一口一个领导的叫着 领导可以和你随便 但是你最好不要和领导随便 不然以后就没那么随便了 我第一次知道 这个名字是从农安晴给我的材料里 他写的也不是很清楚 虽然他闹得欢 但是对于学校里的内情 好像知道的不多 看他的材料 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陈伯说道 谢元春点点头 说道 九仙度这个地方 确实不是现实中存在的 是他们为了掩人耳目 而私下里给一个项目取的名字 以至于他们说起这个项目的时候 外界是没人知道的 因为压根就没有这个地方 陈伯接着问道 这个叫九仙度的地方 是什么项目 是一个水电站 小型水电站 清安省的水电资源很丰富 随便找个山台拉里 堵上就能发电 这个叫九仙度的地方 就是一个小型水电站 但是这个水电站 从没有和国家电网联网 他发的电 只是供一个地方使用 就是离水电站两公里的矿场 罗阳说道 陈伯没有接着问下去 他知道 今晚这两位领导 一定会对他说一些 他不知道的事情 也是为了他下一步 在学校里展开工作 提供助力 这个矿场 不是金银铜铁 而是电脑计算机挖矿 就是现在很贵的那种比特币 一提到比特币 陈伯悚然一惊 他不由地想起了党琼 想起了陆寒烟 陆寒烟支付给宁钢瓶的比特币 都是党琼操作的 据他所知 陆寒烟好像从没提过挖矿的事 这还跨着省呢 陆寒烟的手应该不会伸这么长 大概率是他从网上购买的 现在还在挖 陈伯昼没问道 因为他早就注意到 中国在前几年下过一个文件 禁止给这些挖矿的矿场用电 当然了 为了攫取巨额利益 不 能保证有地方政府的官员 私下里为这些矿场供电 如果还在挖 那就好办了 直接抓起来询问一下不就得了 问题是 这些人早就跑了 水电站也停止发电了 因为关键人物死的死 跑的跑 导致现在这个项目 好像是没人能负责了 无头案子一个谢元春说道 陈伯点点头 问了一个非常白痴的问题 涉案金额很大 陈伯问道 修这个水电站的钱 是水电投资集团从银行贷款的 到现在 这笔钱还没还上 这是能看到的损失 真金白银就摆在那里 无法否认 但问题是 这个水电站发了这么多年的电 卖给了谁 这又是另外一个损失 如果不是我到了水电头 这个项目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不是银行催债 我也不知道 有这笔钱存在 他们用国家的钱发了电 卖给了挖矿的矿场 矿场赚了多少钱 没人知道 谢元春摇摇头说道 罗阳接着还说了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按照案子的侦查程序 凡是牵涉其中的人都可以由纪委出面 把他们留置询问 可是据现在得到的消息看 这些涉案人员 分赃用的不是真金白银的人民币 而是比特币 这玩意没法查 只要比特币的所有者 死活不交代加密密码 你怎么都难查到 他到底分了多少赃钱 投鼠忌器 这就是为什么庞国安一直没有下令纪委 或者是检察院介入的原因 到现在为止 依然是从外围逐步向核心区一步步推进 陈伯在学校里 谢元春在水电投资集团 不管是哪方面取得突破 到时候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下手了 只是可惜了蒋家木这个人 从我们集团内部材料来看 这个投资两个亿的水电站是蒋家木亲自设计的 当时不管是施工还是设计都属于比较先进的 就是放到现在也不属于落后的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是被那些人拉下水的 谢元春无奈地说道 蒋家木是水电学院的校长 陈伯知道这个人 但是还没见过 而且蒋家木在水电这方面很有研究 他数次出国讲学都被拦了下来 对于这一点 国际上水电学会已经给中方施加压力了 这么优秀的专家不能参加国外的学术会议 一次两次行 一直不让出去就有问题了 这些问题都被庞国安顶了下来 他知道 不管蒋家木的家人在不在国内 只要是他出去了 他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不是威严耸听 这是有证据的 因为他在给自己国外学生的电子邮件里 指使他们多多给他报一些国际研究会议 甚至是花钱让这些会议的举办方给他发邀请信 他很迫切地需要这些邀请函把自己捞出去 所以这件事要抓紧啊 庞书记就指着你俩多多少少能有点进展 这样他才能给你们更大的权力和助力 罗阳最后说道 南港 高家 家燕 高宁今天很高兴 因为他终于说服陈小妍来家里吃顿饭了 这是他们交往以来 陈小妍第一次独自一人来高家吃饭 高家很重视 高兴妍工作很忙 但是也抽时间回来 坐了一个小时 才走高宁请了假 姐弟俩在家里忙活了半天 未地就 是在自己家里做 自己家里吃 至少是干净的 也足见他们对陈小妍的偏爱 晚上 高姓妍回到家里 高宁和高安琪还在客厅里喝茶 他们正在讨论的是 高宁和陈小妍什么时候能结婚 走吧 楼上陪我喝点普洱 高姓妍对姐弟两人说道 高安琪姐弟文言 相互对视了一眼 起身跟着上了二楼的阳光房喝茶 这是他们家的规矩 一说上二楼喝茶 那就是有事要说 高安琪忙着烧水泡茶 高宁给自己老子递过去一支烟 但是高姓妍拒绝了 你真打算和小妍结婚吗 高姓妍问道 嗯 啊 咋了 你不同意 高宁恶然问道 高姓妍没说话 而是端起一杯茶 吸溜着喝了一口 很烫 又放下了 我不是不同意 是有些问题还没解决好 我担心将来会出问题 到底会不会连累到你 你可要想清楚了 高姓妍严肃地说道 连累到我 谁呀 陈小妍 不 是陈伯 虽然市里对脏红喜交代的事情 有了结论 但是这些是疑点重重 市里不想深究 我也不好缠着不放 但是有些问题 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才行 高姓妍一边喝茶 一边慢慢说道 今晚的谈话 让姐弟俩都很震惊 因为自己父亲 当纪委书记很多年了 但是从不会在家里谈工作 可是今晚谈的这些事情 无一不是敏感的工作 高宁第一个听不下去了 刚刚想说话 但是被高安琪用眼神拦了下来 高安琪示意她不要说话 听着就是了 父亲今晚说的这些事 她最好事都记在心里 因为高安琪首先意识到的一点就是 陈伯确实有问题 可是问题到底有多大 有没有证据 这些都是可以谈的 要不然父亲也不会告诉他们这些 而父亲借这个机会 告诉他们姐弟俩这些事 很明显是在告诫他们 其实又何尝不是 让他们给陈伯递个话呢 高姓妍真要是和陈伯摆明了谈 那以后这关系就没得处了 尤其是自己儿子和陈伯的关系 还有这个傻闺女和陈伯的关系 虽然她看不透 但是也能觉察一二 张宏喜交代了一些事情 关系到关家术 陈伯和关家术的关系 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关家术不是死了吗 高宁咒没问到 是啊 正是因为她死了 所以很多是现在落到了陈伯的头上 张宏喜举报说 关家术有大笔的赃款下落不明 陈伯有没有参与赃款的转移 现在没有证据 但是张宏喜一口咬定 陈伯不但知情 还参与了 只是她拿不出证据 证据都在宇文兰的手里 但是宇文兰现在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虽然她的手机信号到了日本 可是登案之后就在 没有任何信号了 高姓妍无奈地说道 姐弟俩听了这话 心里一阵轻松 没有证据就好 真要是被自己父亲查出来 陈伯有犯罪的证据 他们该如何自处 我也觉得 陈伯没有那个胆子 也没有那个必要 但是张宏喜又交代了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倒是有能力 补足陈伯的短板 禁区 也就是关家术的小舅子 他和关家术好多年不来往了 但是禁区和他的姐姐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个人是个商人 很难说 他没有参与关家术后事的处理 高姓妍一席话 把刚刚还在高姓的姐弟俩 又打入了尘埃里 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 如果真有那么一大笔赃款 无人知晓 陈伯和禁区 能抵挡得住这里面的诱惑 那把这个人也叫来问问 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高明问道 高姓妍看着自己的儿子 摇摇头 说道 这个人出国了 就在几天前 这是我办过的最头疼的案子 要说没有证据吧 关家术的秘书信是 单单说他有多少钱 收了多少礼 你说有证据吧 这个家伙所有的信息 都只是听说 没有确实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进去到日本了 当他敲开门的时候 姐姐晋影站在门内 有些不敢相信的 看着站在门外的弟弟 分别这段时间以来 发生了太多的事 以至于晋影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再也见不到老家的亲人了 关初夏的手抚在肚子上 问道 他怎么样 进去知道 他问的是谁 故意问道 谁啊 关初夏文言 脸一板 白了自己舅舅一眼 进去不敢再卖乖 只能无奈地说道 哎 怎么说呢 你这人不地道 之前那么好的关系 你们俩让我都羡慕了 陈伯也不是个习惯胡来的人 你说你 把他闪的这一下子 挖头 差不多得了 关初夏一听这话 立马就不干了 关初夏瞪着眼问道 你也觉得这是我的错了 你们俩瞒着我干了啥事 你心里没数吗 舅舅 你说句心里话 我这次要不是跑得及时 是不是就被边控了 进去心想 这倒是 根据陈伯的消息 南港方面 确实是要找关初夏何时情况的 只是他连夜跑了 而纪委书记高姓炎 还是找了陈伯谈话 只是以陈伯和高姓炎家的关系 这老头也就是一丝一丝 没有深挖而已 真要是深挖的话 作为关家术的小舅子 自己也难说能安然脱身 进去不好意思地点点头不过 事情做都做了 还是要向着陈伯说话 劝和不全分 不然的话 看关初夏现在这架势 依然是火气十足 自己再不出力吹火 估计陈伯和关初夏的关系 又得将一段时间 自己来的时候 陈伯就千叮名万嘱咐的 嘱咐他一定要好好替自己说几句话 但是关初夏是那么好被说服的吗 不过进区决定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所以不急得空就过来陪着姐姐和外甥女说说话 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还能说服不了关初夏 他不信 靳颖看着这两人眼看着就要吵起来 立刻出面制止了 下下说得对 不会有什么风险吧 靳颖问道 进区没说话 只是皱眉摇摇头 没有风险的话 他可不敢说 万一关初夏回去有风险 被带走调查 这个责任他可承担不起 可是要让关初夏一辈子不回去 这时他也做不到 他怎么知道 他和陈伯狼狈为奸 为了那点钱 搞得我现在有家不敢回 有男人不敢回去团聚 我这次回去 本来是想着日本的学业暂时停止 等孩子不缠手了 再来接着读 我不想放弃这个孩子 可是陈伯做的事 让我很心 喊 禁区没之声 女人 你得给他充足地发表意见的时间 他们不叨叨出来 心里绝对是不舒服的 所以 你可以理解 公鸡每天早晨叫唤几声 也就完事了 但是母鸡下了蛋叨叨 带着小鸡觅食叨叨 和别的母鸡吵架也是叨叨 总之 叨叨 这是一种生活 禁区虽然没结婚 但是绝对理解女人 于是面对官初夏和自己姐姐的叨叨 她一直都是扮演着一个忠实的听众 你当听众就当听众吧 别把自己带入进去呀 但这到底是面对自己的亲戚 而且一个是自己的姐姐 一个是自己的外甥女 这都是至亲 她不但把自己带入进去了 而且还成了官初夏他们娘俩一伙的 于是关于陈伯的更多的 官初夏还不知道的事情 随着听这娘俩叨叨 逐渐露给了官初夏 官初夏看着禁区 皱眉问道 你的意思是 她和白永年 还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也不是见不得人 就是这些事吧 确实不适合到外面去讲 白永年这个人争议很大 最高简一直盯着白永年 直到她死 我给她办过一些事 对了 陈伯对我说过好几次 她想重建缆设 我不赞成她这么做 一来这么做的风险太大 二来 你等会 缆设是什么东西 官初夏问这话的时候 看向了自己母亲 晋影也是一脸猛 进去这才意识到 自己说的太多了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了 如果不把关于陈伯的事都说出来 以官初夏的脾气 他们将来还是会闹掰的 于是 当禁区把知道的关于陈伯和白永年的事情 都告诉了官初夏之后 官初夏的脸都白了 很显然 这件事对她的刺激 比官家树那些所谓的遗产还要强烈 官初夏几乎是咬着牙回到自己房间的 打开手机 微信上又是好几个未接电话 都是陈伯打来的 可是她没有拨回去 因为这个时候拨回去 自己和她只能是大吵一通 虽然自己和她吵架的时候 她基本不怎么说话 就像是看一个小丑在表演 可是现在她连吵架的兴趣都没了 如果说自己父亲那些遗产的处理 陈伯是犯了一般的错误 可是关于白永年的那些秘密 陈伯可是从来没告诉过自己 而且按照舅舅的分析 白永年一定是给陈伯留了什么东西的 要不然陈伯也不会心心念念的 要重见懒舍 作为干部子弟 官初夏泰知道 在体制内拉帮结派的重要性了 可是这种战队的结果就是 收益大的时候非常大 可以说在顺风顺水的那几年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但是花五百日红 这个队伍里一旦有人犯错 牵连的也是这一根绳上的蚂蚱 不能只看贼吃肉 也要看到贼挨打才行 但是官初直明显地感觉到 陈伯在这条道上滑得太远了 所以 今天不适合和陈伯视频谈话 他想找个时间 两人心平气和地谈一下 舅舅到了 今天很累 等有时间了 我们谈谈吧 官初夏回复了这么一句话后 就再没回应陈伯的任何信息 看到这个回复 陈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官初夏当初找陈伯 就没指望他能飞黄腾达 虽然后面看陈伯确实是太佛系了 也鼓励和支持他要在仕途上有所进步 但是官初夏从没想过 陈伯在这条道上走这么远 如果说自己父亲遗产的问题还可以遮掩过去 可是白永年的事情就不是一个可以遮掩的问题 那是直通最高减的案子 就这 陈伯都敢火中取栗 他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 老话说 拈人最坏 陈伯一开始给他的感觉就是一二八击的 但是没想到他背地里敢干这些事 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这让官初夏非常愤怒 原因只有一个 他不想陈伯走上邪路 不想自己变成自己老娘那样的守着一个空房子 从早到晚没人说个话 他要的是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但是按时下班 赚钱多少无所谓 但是能对他及时地知冷知热 现在的陈伯还能吗 北渊 汉林大官 还是那栋别墅 金文博和蒋家木看着对面站着的谢时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但是在他来之前 纪委书记柴星旺已经帮他打好预防针了 所以 这两位领导看着谢时 虽然心里恨铁不成钢 但是言语上还是保持了克制 没办法 有些下属 即便是拼了命去工作 但是依然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说的就是谢时这种人 你说他没尽心尽力吧 确实拼尽全力了 可是结果呢 不但没有完成领导交代给的任务 还成功地把事情搅混了领导 农安晴就不是一个女人 她比男人还男人 我根本治不了她 而且那个新来的陈伯 看着我被打 一动不动 一看就能看出来 他们是一伙的 行了 别说了 你先回去吧 柴星旺看了一眼自己的下属 真的是气不打一出来 但是也是无可奈何 本来这事就棘手 就算是自己去找农安晴谈 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呢 谢时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出意外的话 农安晴这事以后 再也不会找到自己头上来了 一想到这里 她摸了摸自己脸上这道血道子 感觉真是他妈的 挠得太直了 谢时走后 客厅里的三人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过了半天 柴星旺才说道 刚刚得到消息 农安晴打算在开会的时候去北京 这是我们不能再犹豫了 该给的 能给的 都拿出来吧 再不给 这事还是谈不成 她要拉着大家一起去死 两位领导 拿个主意吧 金文博作为这里面有最后决定权的人 他一直没说话 哪怕是蒋家木也同意了柴星旺的提议 可是这个老家伙依然没有最后拍板 这就意味着这是不能这么干 或者是至少经书记不同意 客厅里再次陷入到了沉寂之中 最后 金文博好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 说道 好吧 你们商量一下 定个标准 能给什么 商量好后给我看看 到时候再定吧 对了 找人盯死了 告诉他们 只要农安晴去了北京 他们今年的奖金一分没有 老头说到这里的时候 眼神坚毅 一看就是恼火了 农安晴确实让他恼火了 但是当着这两人的面 他什么都不能说 作为学校的领导 他要和大家保持一致 既然校长和纪委书记 都赞成继续给农安晴加码 那就继续加吧 但是他知道 就算是自己 把这个书记让给农安晴 他依然不会满足 该要挟的 还是会要挟 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件事 当初你们做甜心昌的工作 到底是怎么做的 没给够 还是压根没给 如果按照我们当初拟定的计划 都给到位了 甜心昌也拿了 那为啥农安晴这么大火气 他不知道吗 蒋家木不解地问道 柴星望文言 一下子愣住了 看向蒋家木的眼神里 都是这几个字 你什么意思 经文博文言 看了一眼蒋家木 说道 我相信底下人做事 不会这么不靠谱 甜心昌是怎么回事 我都知道 不要说了 蒋家木愤愤然默不作声了 他很郁闷 他也有资格这么说 其实在这次甜心昌出事之前 他已经在国外待了半年多了 不出意外的话 他这次回来 就是辞职出国的 作为水电领域的专家 他每年出去开几个会 就够自己全年汇霍的 更不要说 在九仙度这个项目里的分红了 可是他回来没多久 甜心昌死了 车祸死亡 从那个时候起 水电学院就被盯上了 全部人员不许殷私出国 虽然规定说的是殷私 其实具体执行起来 殷工也废了 蒋家木再想出去 不知道猴年满月了 最要命的是 他们自己心里有数 他们做过什么事 拿了多少钱 这些他们自己心里门清 真要是因为九仙度 这个项目被抓 那过去奋斗的这几年 就白白浪费了 经文百一晚上都没有离开这个别墅 因为在蒋家木和柴星旺走了之后 他还在这里见了其他的人 凌晨 一辆宝马七系轿车 在黑暗里悄悄停在了经文百所住的别墅门前 随即灯就灭了 不知道车上的人在干嘛 足足十分钟后 司机踩下了车 走到别墅的门口 推门而入 别墅的客厅里 经文百一直都在 等着他 经文百交代完事情之后 这人问道 这是做到什么程度 他女儿最后是死 还是活着 结果不一样 我们处理的过程就不一样 经文百文言 嘴巴紧紧地抿着 好一会才说到 他爸爸在下面也挺寂寞的 那就让他去陪着吧 黑衣人点点头 随即站起身出了别墅 汽车开出别墅区之前都没开灯 农安晴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 经文百也好 蒋家木也罢 他们现在要的 就是两个字 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 学校里不能出任何问题 农安晴闹了 有一段时间了 要是再这么继续闹下去 他们这些人都会被他闹进去 人死灯灭 农安晴不能再出事了 但是他女儿可以 他相信这个人的手段 他可以把这件事做得很漂亮 他要用这件事把农安晴彻底击垮 让这个女人变成一个大众眼里的疯子 当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那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他送进去精神病院了 再说了 谁会相信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说的话呢 丈夫死了 农安晴现在唯一的寄托就是自己的女儿了 所以只要田巡彦出事 农安晴一定会疯了的 这就是他要的效果 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吃吧 给你吃够 让你沉醉 女孩趴在床上 刚刚洗完澡 短裤睡衣 裸露着的小腿不停地拳起 展开 他正在看着手机 手机上正在播放一段视频 这是他截取的一段 除此之外 再没有其他的剪辑了 他打开了那位大叔的微信对话框 犹豫着要不要把这段视频发给那个男人 最后 他一狠心 点击了发送 可想而知 陈伯看到这段视频有多么惊讶 他是真的想不到 这个小屁孩有这样的心思 所以他把这件事算在了农安晴头上 于是他当即给农安晴打了个电话 问他这么做 到底啥意思 用一个剪辑的视频要挟自己 陈主任 我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什么视频 农安晴在电话里非常无辜地问道 陈伯昼媒将田勋燕发给自己视频的事情告诉了他 这不是你们娘两商量好的吗 农安晴文言哭笑不得 他一边打电话 一边去了女儿的房间 这是在向陈伯证明 这是他真的不知道 我没啥意思啊 就是觉得挺好玩的 就发给你了呗 大叔 你没这么小气吧 这就生气了 田勋燕在电话里直接对的陈伯无话可说 自己非常生气的事情 在这小孩眼里 就是一个好玩的玩笑而已 陈伯也被搞得哭笑不得 虽然电话之后 田勋燕给他发了很多道歉的话 以及各种可怜兮兮的表情包 但是基于今天农安晴在会议室里对现实的经过 陈伯是一个字都没敢回复 真需要谈的话 他会和农安晴正大光明地谈 田勋燕就是个不懂事事的小屁孩 和他聊太多 没啥好处 保不齐到时候 因为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把自己给坑死了 大叔 你这么小气就没意思了 你如果不回复我 我明天就去你办公室找你了 田勋燕威胁道 陈伯看了一眼不为所动 因为这个时候 他接到了另外一个棘手的信息 高安琪明天来北园 说是有重要的事和他说 想起高安琪和自己说的那些重要的事情 他的心就一直躁动不安 他是个男人 正常的男人 作为一个正经男人 他已经很自律了 如果按照部分读者的要求 他现在没有十个 也该有八个女人了 不是 真有这么多女人忙得过来吗 腰子可安否 什么重要的事情 不能电话里说吗 还得麻烦你跑一趟 陈伯故作不解地问道 怕了 我不是说了吗 你说不让我去 我坚决不去 就听你的 不过这是确实有点棘手 是我父亲和我说的 高宁也知道 要不要听 高安琪问道 高安琪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陈伯还能咋说 只能是答应他来找自己 可是不管咋说 高安琪来找自己 陈伯还是有些心虚的 第二天早上 他给关初夏打电话 关机 给进区打电话 这老小子倒是接了 可是经过一晚上的睡觉 他的脑子又有血了 也才觉得 昨晚有些话说的有点过了 陈伯和关初夏的事 自己掺和的有点多了 他没事 挺好的 我刚看到他在后面的花园里 收拾花草呢 老弟 有件事 我得和你说一下 进区不得已 他要把这里面的问题聊清楚 否则他俩如果真的谎了 那自己该如何自处 陈伯文言 很想骂进区一顿 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这个时候说啥都晚了 看来因为自己瞒着关初夏 这些事 让他更加生气了 我觉得没事 这都是老爷们的事 他生几天气 就生几天吧 我在这住几天 好好劝劝他 放心 包在我身上 进区很自信地说道 但是陈伯明白 看来自己和关初夏的关系 还得自己想办法挽回 进区那个嘴呀 哎 不给自己火上浇油就不错了 可是 有些事 不是发几条信息 就能解释清楚的 陈伯想着 找个机会出去一趟 当面和关初夏说清楚 现实被打这件事 在纪检监察室 不是什么新闻了 而且是在他脸上挠了一刀 不说破了像吧 至少暂时没脸来上班了 这给了陈伯机会 他可以好好琢磨一下 科室里这几个人了 主任 这是 你要的材料 都是过去两年 我们科室收到的举报信 还有处理结果 代意 把厚厚的遗落材料 放在了陈伯面前 陈伯点点头 翻了一下之后 抬头看向代意说道 坐下说吧 孩子怎么样 谢谢主任 孩子挺好的 我老公说 希望主任给个机会 他想请您吃顿饭 可 都是小事 咱科室也没那么忙 各家都有各自的困难 均一均匀 一匀就过去了 没必要一天到晚 在这死守着 陈伯摆摆手说道 从家常入手 以工作结束 通过和代意的闲聊 陈伯对纪检监察室 有了全方位的了解 至于眼前的这些材料 纯属娱乐 接到了举报 随即就把举报信 发回各科室自己处理 咋 纪检监察室是菜鸟一战啊 就是负责接收和发送 一家人围着锅喝汤 咬碗还有深浅 这么大一个单位 就算是做得再好 依然是有些人不满别人分得多 自己分得少 所谓僧多肉少 一旦分项目的时候 各院各系实名举报竞争对手的教授老师 在现在的高校 一点都不稀罕 为了钱和项目 所谓斯文 嗯 斯文又不能当饭吃 陈伯决定从这批人下手 陈伯相信 这么多的老师和教授 还有学校管理人员 他们对自己分道的利益 就真的非常满意吗 只要他们肯开口 他们就是无数个甜心昌 难道他们真有能力 把这些举报者一个个都搞死 但是让陈伯没想到的是 龙安晴的女儿 这个小蛙头真的来了 而且一点都不避讳 进屋就坐在了陈伯对面 陈伯看了看外面 好在是门没关 不用叫代意过来 鉴于这娘俩的处事风格 陈伯不得不小心点 在单位和不熟悉的异性谈事情 最好是开着门 不然单位里那些流言蜚语 很快就会弥漫起来 而这是最杀人不见血的操作 要关门吗 田巡燕看他刚刚的动作 要起身关门 被陈伯及时制止了 陈伯想了想说道 你爸爸的事情 这是大人的事 你这个年纪正是好好学习的时候 别跟着瞎掺和了 大叔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已经两个月没有上课了 我不放心他一个人 只能是日夜不停地陪着他 他要是再出事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要不你劝劝他 我爸这事 还是算了吧 田巡燕今天的话 让陈伯有些意外 陈伯一时语色 还没想好 怎么回答他呢 他接下来一句话 把陈伯直接给噎了回去 田巡燕胳膊放在桌面上 身体前倾 低声说道 关于我爸的事 我知道的比我妈多 你想听吗 从这为数不多的几次 和这个小丫头打交道的经历中 陈伯意识到 这小丫头一点都不简单 或者他来找自己 农安晴并不知情 而且说不定他有自己的打算 陈伯怕的是他给自己挖坑 但是自己又偏偏猜不到 他到底想挖什么坑 田巡燕身体前倾 陈伯身体后仰 椅在椅子上 看着这小丫头略带稚嫩 但是更多是充满了青春气息的脸蛋 没有搭理他 陈伯看着他继续装 倒是想看看他能装成熟装到什么时候 陈伯之所以说他不简单 是因为从他一进门 陈伯就看出来了他和之前跟着农安晴来的时候 装扮不一样 他今天穿的体恤衫明显领子有点低 现在这小孩人还没长起来呢 心眼倒是快长全了 道 你比你妈知道得多 那你怎么不告诉你妈 他现在为了你爸的事有多着急你 看不出来啊 陈伯点了支烟问 田巡燕看着这一幕 皱了皱鼻子 用手在自己面前扇了扇 大叔 抽烟对身体不好 陈伯这次倒是从扇如流 立刻就把烟掐死了 田巡燕看看门口 轻声说道 学校北门有一家星巴克 我去那等你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说完 背起刚刚被他放在地上的书包 转身向门口走去 走到门口 将将要迈出门的时候 回身朝着陈伯伸出手指勾了勾 俏皮中带着一丝勾引的味道 陈伯脸色如常 但是却重新拿起了刚刚掐死的那根烟蒂 田巡燕看到他的动作 耸耸肩 两手一摊 转身离开 离开陈伯办公室的田巡燕立刻又换了另外一副表情 很懊恼 很尴尬 嘟着嘴 回想着自己刚刚和陈伯见面时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 心想 没道理啊 回想起他剪辑出来的那段 自己母亲和谢时打架的那一段 陈伯可是睁大了眼睛 死死盯着自己妈看的 难道他是个睁眼瞎 眼睛有毛病 但是想起那段视频的问题 田巡燕更是窝火 不但被自己骂骂了一顿 还强令自己把这段视频都删了 以后如果再看到这段视频 一定撕烂他的嘴 他从未见过母亲发这么大的火 昨晚他确实是被吓住了 可是今天的试探 以完败而告终 田巡燕在星巴克足足等了一个小时 才看到陈伯姗姗而来 星巴克里人不多 而且到处都是监控 陈伯不怕田巡燕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有一点 只要他没给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 自己立刻就走 根本不会给他使坏的机会 喝什么 我请 田巡燕问道 什么都不喝 你还是说是吧 我很忙 而且你爸的事 我应该只和你妈对接 你还是个未成年人 做不了主也没法替你妈下决心 我和你谈啥呢 陈伯坐下后 脸上是一副不屑的表情 他在用这种方式激怒田巡燕 小蛙头看到陈伯这个表情 果然很生气 自己在这里等了一个小时 你来了之后就告诉我这个 小孩子的城府总归是不够的 而且他们越是想要证明自己行的时候 你越是贬低他们 或者是看不上他们 他们就会想尽办法证明自己 你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其实我很想告诉我妈 这事还是算了吧 不值得 至少我认为 她现在做的一切都不值得 她虽然是我爸 但是这次我得站在我妈这边 田巡燕看了一眼陈伯 悠悠地说道 陈伯一听这话 心里一正 难道这个田兴昌也有问题 还是自己和农安晴都不知道的 陈伯眉头皱了皱 问道 什么意思 我爸外面有人 而且 他和学校那些领导之间 也不干净 我告诉你这些 就是不想让我妈再继续闹下去了 我只想好好过日子 或者是出国 换个环境 不在这里住了 我妈心情也能好点 田巡燕一字一句 说得很慢 但是陈伯看得出来 他是认真严肃的 陈伯一下子猛了 可是接下来 田巡燕说了不少关于田兴昌的事情 这些事情 陈伯从未听任何人说过 包括谢时 都没有诋毁过自己的上司 农安晴对田兴昌 好像还不如自己女儿了解得清楚 田兴昌在旁边师范学院里有个情人 是一个大四的学生 他们的关系持续了多久 田巡燕不知道 只是田巡燕不是小孩子了 她在不经意间看到了田兴昌的手机密码 在田兴昌的手机聊天里发现了这件事 从那之后 田巡燕就像是一个侦探 对这件事充满了好奇心 她不但知道了那个女生是谁 还曾近距离接触过那个女生 田巡燕说这句话的时候 指着陈伯的椅子说道 我为 伺和那个女生见面 就是在这里 她就坐在你的这个位置 陈伯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椅子 田巡燕接着说道 我爸出事前几天 有一天 我爸回来得早 我在我的房间里写作业 我爸在书房里打电话 他和对方吵起来了 我隐隐约约听到几句 什么校长和书记分多少 为什么给我那么少 如果不给补上的话 大家一起玩玩 都别想好过之类的话 陈伯渐渐听进去了 她明白了 田巡燕为什么找自己劝劝农安晴 这是差不多就算了 别再深究了 因为田巡燕觉得自己母亲 现在的付出不值得 你为什么不和她说清楚 陈伯问道 田巡燕看看窗外的人行道 说道 我怕她受不了 怕她疯了 现在她的精神很不好 晚上必须吃药才能睡着 这件事给她的压力很大 凡是认识她的人 学校里都找了 目的就是劝她 不要再闹了 她还能撑多久 陈伯看着对面 坐着的这个女孩 以及她表现出来的 和她年龄极其不符的成熟 陈伯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她了 而且 你告诉她实情 最合适 你是我爸单位的人 又是刚刚来的 不至于这么快和那些人同流合污 你说这些 她信 如果我来说 她会觉得 这是很丢人 她是个要强的女人 估计她这辈子剩下的时间 也高兴不了了 我试试吧 但是你妈那个 性格你也知道 不一定能成 对了 关于你爸的那个情人 还有她和学校领导 打电话交涉的事情 你能再给我详细一点的信息吗 田勋燕好像早就知道 她会对这件事感兴趣 于是从书包里拿出来一张纸 递到了陈伯的手里 关于打电话的内容 信息不是太多 不过有确切的时间 这就好办了 陈伯可以去查 那个时间段田兴昌 给谁打了个电话 接下来 是关于田兴昌 那个情人的资料 不但很详实 而且还有几张 拍得不错的照片 你拍的 陈伯问道 对 怎么样 我技术还行吧 说到摄影 这小丫头 又开始得意起来 她站起身来 绕到了陈伯的身边 指着照片 告诉陈伯在哪拍的 什么时候拍的 陈伯如果想去找她 可以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方找到这女的 你跟踪过她 陈伯皱眉问道 算是吧 我还拍到过她们 一起去酒店的照片 可惜当时很生气 回来就删了 而且都是背影 没敢靠得太近 价值不大 田巡艳有些生气地说道 陈伯看着这些照片和材料 不得不说 田巡艳确实是受了农安晴的影响 小小年纪 整理材料都这么有一套了 好 谢谢你 你妈那里 我试试吧 找机会我告诉她 陈伯说道 好 谢谢 大叔 谢谢你今天能出来 听我说说这些话 我没别的朋友 这是家丑 我也不敢和别人说 想想都快憋死我了 田巡艳向后 已在椅子上 看着陈伯 由衷地说道 陈伯刚刚想客气几句 他的手机响了 一看手机来电 微微皱眉眉 对 你到了 好 我去接你 陈伯说道 陈伯站起身 拿起资料 对田巡艳说道 我也谢谢你 你今天提供的这些东西 很有价值 回头我请你和你妈吃饭 田巡艳听她这么说 撇撇嘴说道 虚伪 要请就今天中午请吧 我妈去上课了 中午没地方吃饭 你去接谁 啊 女朋友 陈伯没搭她的话查 说道 你问的太多了 我走了 再想起什么来 及时通知我 陈伯说完这话 扭头就走了 高安骑到车站了 陈伯本可以让他打车 直接去学校找自己的 但是现在 自己刚刚来 学校里又是多事之秋 他不想让高安骑 出现在学校那些人的视线里 车到高铁站 高安骑坐在行李箱上 刷着手机 不时地看看周围 对那些一直献殷勤的黑车司机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这么一个大美人 在车站广场上坐着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但是当他看到陈伯的时候 高兴地从行李箱上站起来 拉着箱子 快步走向陈伯 我订了酒店 你去酒店找我就行 非要跑一趟干嘛 不想让我去学校找你 高安骑一眼 就看穿了陈伯心里的小九九 陈伯笑着接过来行李箱 说道 现在是多事之秋 我背后的那些事 被他们扒得差不多了 你要是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后面的故事 不知道多精彩呢 再说了 我也是担心 对你爸影响不好 一开始 陈伯以为他 就是想来找自己 继续之前 在南港没结束的那件事 但是当高安骑 说了他的来意之后 陈伯觉得 这是有些棘手 陈伯没让他住酒店 而是去了省政府招待所 当然 他是找了罗阳帮忙安排的 我爸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我和高明都明白 他这是用这种方式警告我俩 看看谁有机会 把这事告诉你 算不算泄密 我不知道 但是他也算是尽力了 高安骑说道 陈伯点点头 他明白高安骑说得对 高明没有联系自己说这件事 他有公职 不好在这件事上 对陈伯暗示太多 再说了 他们姐弟俩也商量好了 高安骑来当这个信使 我不知道我爸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好问你 但是这事确实还有漏洞 你得想办法补上 高安骑说道 陈伯也是模棱两可的点点头 什么都没说 中午 陈伯带高安骑去了北原的老字号吃五都 这一路上高安骑都在看路边的风景 有个事想和你说一下 我想在北原住几天 去这里最顶级的美容院消费消费 看看这里的市场怎么样 我想在这里开个美容院 高安骑说道 陈伯一愣 在这里开美容院 啥意思 你说呢 我在这里有个店 也好堂而皇之地来找你 要不然我三番五次地来北原 我爸问我 我咋说 高安骑说道 陈伯一时间漠然了 他很想说 高安骑下要太猛 但现在自己都没回过神来呢 这就又跟到了北原来 看来这个坑是不得不跳了 我现在的单位里 焦头烂额 比我在南港时面对的事情还要复杂 我现在是在名处 干的活却和你家老爷子差不多 那些人不会那么简单 就束手就擒的 所以 你来了 我会分心 我也怕有人会对付你 到时候 我就更不知道该咋办了 陈伯找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 哪知道这点小伎俩在高安骑面前 都不够看的 高安骑说道 没关系 我见你也是悄悄的 再说了 这个店从选址到开业 每个一年半载别想开起来 到时候我相信你早就打开局面了 他们这些虾兵蟹将还能是你的对手 看证得利不利害 茶乐天牛不牛逼 结果咋样 还不是在你的山峰点火下灰飞烟灭 高安骑这一顶顶高帽子抡过来 陈伯还真是难以招架 农安晴今天确实有课 他和学校里那点积怨没有影响到他给学生上课 闹归闹 不能耽误了自己的工作 再说了 如果自己真的耽误了工作 那学校里才有的是理由整自己呢 利用规则杀人 农安晴对他们这一套太熟悉了 所以从决定开始和学校摊牌的那天起 学校里的任何工作他都没落下过 哪怕是妇联组织的妇女体检 他都没请假 时间安排这一块简直是完美 妈 我在回家的路上 我感觉有人跟着我 这是田巡燕给农安晴打电话时 说的最后一句话 农安晴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他正在给学生讲课 他对着电话畏畏畏了好几声 可是电话挂断了 在打过去的时候 发现无人接听 农安晴一下子就吓傻了 他也顾不上 这是在上课了 什么都没带 拿着手机就出了门 疯了似的 给田巡燕打电话 可是女儿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这让他的心渐渐沉了下去 他坐在教室外的花坛上 一边哭 一边一遍一遍地拨打电话 可这个时候 女儿的电话已经关接了 他很清楚 如果这个时候 女儿是自由的 那他就一定会接电话 不会不接 更不会关机 所以这个时候他推测 女儿一定是失去自由了 要不然 怎么会突然之间 杳无音信呢 他在愣了足足十分钟后 才想起了陈伯 他先是给罗阳打了电话 但是罗阳的电话无人接听 相比陈伯 他还是更相信 官位更高一点的罗阳 此刻的陈伯 正在陪着高安琪喝咖啡 就在离学校不远的一处写字楼的下面门店 这里也是高安琪看中的 想要开美容院的地方 这里的房租不低 但是这周围都是写字楼 这些白领们 吃个饭的功夫 就可以下来做个脸 位置很好 但是价钱也不错 不急 你慢慢说 怎么回事 陈伯接到农安琪 带着哭腔的电话时 也是一愣 皱眉问道 于是 农安琪强制自己 把眉流出来的眼泪 憋了回去 把自己刚刚接到 田巡燕电话的经过 以及现在田巡燕关机的情况 告诉了陈伯 你报警了吗 陈伯问道 报警了 他们不管 他们说不到时间没法立案 我说我女儿 有可能是被人绑架了 可是他们说 可以再等等 等我女儿的电话打通再说 陈伯没听他讲下去 直接说道 你在学校等我吧 我这就回去 陈伯回到了咖啡馆 简单和高安琪 说了一下眼下的事情 高安琪立刻让他去忙 不用管自己 但是他把陈伯送出了咖啡馆 在陈伯离开的时候嘱咐道 注意安全 我等你回来 龙安琪没去办公室等陈伯 他在楼下的大厅里 等着陈伯的到来 他不想自己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惨样 让纪检师那些人看到 此时的他 早已是六神无主 拿不定任何主意 也不知道去找谁求助 他能依靠的就是陈伯一个人 陈伯还没到 罗阳的电话打了回来 罗阳听他讲述完这件事后 立刻表态说道 这是你放心交给陈伯处理 我待会给他打电话 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 不管怎么样 先把孩子找回来再说 罗阳的电话 给农安晴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陈伯回来之前 他的情绪稍安 但是当他看到陈伯的时候 情绪还是激动起来了 陈伯也没带着他去办公室 而是直接去了他的车 这一路上 他都在叙叙叨叨地和陈伯说着 刚刚发生的事情 还在不断地问陈伯要不要报警 现在该怎么办 陈伯想了想 他给罗阳回了个电话 罗阳的意思是报警 让警方介入 这样可以迅速地定位到孩子在哪 陈伯也是这个意思的 但是他没有干等着警方那边的消息 陈伯联系了森林录 他是网络方面的专家 对于定位这种问题 比陈伯在行得多 森林录果然给了他很确切的建议 陈伯记得田巡燕用的是苹果手机 孩子用的是苹果手机对吧 陈伯扭头问农安晴道 是的是的 那电脑呢 也是苹果的吗 陈伯一边听着森林录的指点 一边问道 也是苹果的 这有啥用吗 农安晴不懂这些 陈伯懂得也不多 直到听完了森林录的全部讲解 此时农安晴开车也快到家了 陈伯跟着他去了家里 打开了电脑 根据森林录的指点 用电脑上的手机查找功能 即便是手机关机了 依然能定位到手机的位置 田巡燕的手机是关机 而不是被扔掉了 这可能是目前唯一能找到 田巡燕的机会了 陈伯一边回忆刚刚森林录的指点 一边指导着农安晴 从电脑上寻找手机的位置 果然 手机的位置定位到了一家快捷酒店 他去酒店干什么 农安晴抬头问陈伯道 这个时候了 哪还顾得上这个 于是 陈伯农安晴开车 立刻赶往这家酒店 酒店的房间很多 要找到田巡燕不知道啥时候呢 再一个 他们选择了酒店 陈伯担心这个时候 田巡燕早已受到了不可挽回的伤害 在酒店的门前停下车 陈伯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此时是白天 酒店的停车场上没有几辆车 但是在这为数不多的几辆车中间 有一辆不太干净的武林红光面包车 除了驾驶座前排是玻璃窗户之外 其他后面的窗户都是和车体一样的材质 这是一辆封闭式面包车 陈伯听了农安晴最后接到的田巡燕电话里说的那样 有人跟着他 大白天的 在路上抓一个人 还是个大活人 他能不叫喊吗 最大的可能是被一把拉进了这样的面包车里 进去之后 嘴里塞上任何东西都在南发声了 你看到这辆车了吗 你待在这里 等警察到了 你再下去和他们说 任何接近这辆车的人你都派下来 我进去找人 陈伯说道 我也要去 农安晴说道 但是被陈伯拒绝了 就农安晴现在的情绪状态 他进了酒店后 一旦情绪发作 势必会经到绑架田巡燕的人 这些人一旦发现有人来了 要么是跑掉 要么是对田巡燕进行伤害 总之 农安晴这个时候进去 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例 陈伯还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 一旦和自己猜想的一样 田巡燕此时已经被侵害了 当妈的真要是看到那一幕 她该有多崩溃 所以陈伯才让她在楼下等着 这可能是最好的安排了 你见过这个女孩进去吗 她应该不是一个人来的 见过吗 陈伯在前台出示了田巡燕的照片 问道 这个 我们这里有规定 不能暴露客人的隐私 你再说一遍试试 陈伯当即拨打了110 并把手机给前台看 我是那女孩的爸爸 你要是不告诉我 我女儿出了事 我一把火把你们这点了你信不信 陈伯低声怒道 前台服务员看到陈伯凶声恶煞的样子 也不敢再隐瞒了 只好给了房间号 并且亲自带着陈伯去开门了 陈伯走到门口 伸手从服务员手里把门卡抢了过去 但是刷不开 因为门从里面反锁了 当房间里的人问谁的时候 陈伯低声告诉服务员 就说是前台赠送了水果 本以为这样可以偏开房门的 可是里面的人倒是有点见识 就是不开门 居然让服务员把水果放在门口就可以了 陈伯白白手 示意服务员可以走了 服务员走后 陈伯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 这种快捷酒店的隔音属实不好 里面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 各位 行了 别没事找事了 等黑哥来了之后 我们把人交给他就行了 这一单就算是做完了 各位该拿的钱 我会一分不少地转给各位 不过 接下来嘛 我问黑哥了 你们几个利索点 别和没见过女人似的 我出门抽支烟 二十分钟的时间 够你们玩的了吧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于是 陈伯没有选择暴力破门 就在门口等着这个要出门抽烟的女人出来 里面的人嘻嘻哈哈地答应着 但同时 陈伯也听到了一个女孩尖利的叫声 求饶声 大喊救命的声音 陈伯听不出这个声音到底是不是田巡燕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时候 里面刚刚说话的这几个男的准备对这个女孩动手了 此时 那个刚刚像是头头一样的女人在门内点着了烟 接着伸手打开了门 陈伯等她的头刚刚伸出门口的时候 伸手掐住了她的脖子 如果是面对敌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对方最脆的猴杰应该早已碎裂了 但是陈伯没下死手 这个女的该不该死不是自己说了算 在没有搞清楚这火人的底细之前 不能出人命 这个女人被卡住了脖子 误咽着想要发出求救的信号 可是她一点声音都发不出 直到陈伯把她推进了房间 然后抬腿带上了门 此时大床附近的三个染着黄毛的小年轻 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床上垂死挣扎的女孩身上 他们听到了门口关门的声音 但是他们下意识想到的是 刚刚那个大姐头走了 而不是被人掐着脖子拎了回来 陈伯没理会这几个人 而是狠狠地将手里这位大姐的头 撞向了隔开卫生间的玻璃门上 随着这位大姐的铁头撞过去 门玻璃瞬间倒塌 倒在地上的时候碎了一地 稀里哗啦 这个时候三个黄毛少年 才把注意力拉了回来 他们看到了 倒在地上头上鲜血直流的大姐头 以及一个他们不认识的男人 站在房间里 他们愣了一下 随即就意识到了什么 离陈伯最近的一个家伙 伸手抡起椅子朝着 陈伯就砸了过去 但是陈伯稍微一闪身 躲过了这狠狠的一击 可是一伸手 当椅子抡在地上后 陈伯却一把抢过了椅子 你用椅子砸我 我也用椅子砸你 这很公平 对方这瘦的和马赶似的小混混 哪见得起这一下子 当即就被砸倒在地上 哀嚎不止 陈伯手下掌握着分寸呢 可能会打残 但是不会打死 另外一个家伙 一看这个架势 马上从兜里掏出来弹簧刀 看来玩的时间不短了 这把刀子在他的手里玩的 那是上下翻飞 甚是精彩 可是陈伯没理他这一套 弯腰拾起来 刚刚砸散架的一根椅子腿 看都没看他 做了一个横轮的姿势 这家伙果然上当 可是陈伯当即姿势稍变 轮改成了P 椅子腿狠狠地砸在了这家伙的脸上 他也顾不得玩刀子了 双手捂着脸 像是眼睛瞎了一样 鲜血直流 盖住了他的眼睛 他以为自己被打得眼瞎了呢 最后一位 以最快的速度躲到了墙角 双手抱头 他很聪明 因为他算是看出来了 今天自己跑不掉的 眼前这个家伙不是警察 警察还能和他讲讲法律 但是这个人明显是来下死手的 陈伯看了一眼床上的女孩 没错 就是田巡艳 田巡艳一脸忧怨地看着她 上衣已经被扒掉了 再晚来一分钟 上面肯定就啥也不剩了 陈伯倒是能看得更多 田巡艳看到有人进门的那一刻 他也被吓住了 直到看到是陈伯 他浑身贪软 根本连把衣服拉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裤子被扒到了小腿弯处 可爱的白色小内裤上 还有一只迷老鼠 陈伯轻声说道 没事吧 把衣服穿上 这个时候田巡艳才意识到了自己的狼狈 于是 手忙脚乱地把衣服穿好 警察还没上来 但是已经听到警笛声 了 谢谢 田巡艳觉得自己的嗓子发干 如果陈伯再晚来一分钟 自己面对的就不是眼前这个局面了 陈伯弯腰捡起来一根桌子腿 递向了田巡艳 田巡艳一愣 不解地看着陈伯 陈伯把椅子腿递到了他的手上 轻声说道 对于那些敢欺负你的人 他们骂你 那就骂回去 他们打你 你就要打回去 那个人 你去把他的头打开花 田巡艳听着陈伯的话 一时间有些愣神 尤其是那个躲在墙角瑟瑟发抖的家伙 他也听到了警笛的声音 他很清楚地知道 这个时候 这个人比警察更可怕 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 他这是第一次 这么渴望警察快点到来 警察快到了 如果你再不动手 这辈子都难说有这机会了 陈伯说道 田巡艳看了一眼陈伯 他点点头 给了他一个下决心的眼神 田巡艳义无反顾地拿起那个桌子腿 朝着角落里那个家伙走去 一下 两下 因为陈伯在 所以这家伙根本不敢还手 只能是暗暗祈祷警察快点上来 在田巡艳打了十几下后 警察终于推门而入 房间里一片狼藉 最后这家伙伤得最重 陈伯一直站在旁边看着 直到警察把田巡艳拉开 陈伯的选择是对的 下楼的时候 田巡艳在电梯里 小声对陈伯说道 房间里的事 别告诉我妈 陈伯点点头 算是答应了 如果农安晴看到房间里那一幕 不知道会不会发疯 农安晴看到女儿和陈伯 完好无损地走出来 他急不跑上去 抱住田巡艳 嚎啕大哭 陈伯站在一旁看着这母女俩 他待会要跟着去一趟派出所 毕竟打伤了这几个人 该说的还是要讲清楚的农安晴 陪着女儿去了医院 检查了一下之后 也到了派出所 陈伯给罗阳打了个电话报平安 也告知了他这边派出所的事 派出所的领导接到电话后 很是客气 把陈伯请到了办公室 简单地问了几句之后就签字了 还说这几个黄毛早就想抓了 不过他们是大错没犯小错不断 这下终于可以起诉 送进去关几年了 绑架非法拘禁 加强奸未遂 恕罪并罚 每个十年是出不来了 田巡艳是未成年人 本来对他的询问 是需要有监护人陪同的 但是他没有选择农安晴 反而是让陈伯陪着 理由是他对这件事最清楚 我打的那个人 我会不会坐牢 去坐笔录的路上 田巡艳担心地问道 不会 你是受害者 还是未成年 他们都是成年人 欺负你 你就算是打死他们都是应该的 放心吧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陈伯的意思是 让他实话实说 但是没想到 这丫头还算是有点良心 当警察问他 为什么在被陈伯解救后 去打这个人的时候 田巡艳说 那个人看了他一眼 这个理由 让警察很是无语 不过田巡艳接着说道 那个人最坏 我的衣服都是他扒下来的 我虽然被救了 难道他看我 不是想记住我 等他出来再找我算账吗 我本来想的是 戳下他的眼 但是他一直抱着头 没法看清楚 哪里是他的眼 有意思的是 他从史志中 都没说是陈伯让他打的 陈伯就坐在一旁 警察不时地看他一眼 但是领导交代了 这个人 不要和他多说话 也不要多问 话多容易找麻烦 笔录坐完后 两人坐在走廊里 不绣钢场椅上 大叔 谢谢你 不用谢 你妈找我的 我也是 找了朋友帮忙 否则 不会那么快找到你 怎么说呢 这次是你的运气好 但是下一次 可能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 自求多福吧 陈伯淡淡地说道 大叔 你当我师父吧 教我拳脚 就像你说的 下次运气就不一定了 我得学点防身的技能 田巡艳说道 陈伯摇摇头 说道 太慢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危险 等你有能力保护自己了 不知道猴年满月了 不行动 就永远没有结果 只要行动 就永远不晚 就这么说定了 我回去告诉我妈 给你赚点钱 我不白让你忙活 田巡艳说的一本正经 陈伯没理他 这娘俩 没一个省心的 陈伯从田巡艳被警察询问的过程中听到 这三男一女 只是负责把他抓上车 带到酒店 至于糟蹋成什么样 那个叫黑哥的不在乎 只要是活着交给黑哥就行 这是田巡艳在这几个人的对话里听到的 陈伯和田巡艳从派出所出来后 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农安晴农安晴 回头看看车上的女儿 看向陈伯 你老公这是 差不多得了 对方这是真的恼火了 要不然 也不会对小孩下手 我去得及时 孩子没受啥伤害 就是受了点惊吓 你想想 万一今天我们来得不及时呢 我和他说了 下一次不会这么幸运了 陈伯说道 这一次 农安晴是真的被吓到了 农安晴也知道 陈伯说得没错 这一次是好运 但是谁能保证 次次都这么好运 农安晴咬着牙 不说话 他是不甘心 可是也害怕 你真的了解你老公吗 或者说 他有什么收入 是你不知道的 陈伯问道 农安晴文言一愣 问道 什么意思 现实没来上班 我正好和科室里的 其他人聊了聊 一来是想了解 你老公这个人 二来也是想 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 找找线索 他们有人和我 说了一件事 你老公外面可能有人 这是你知道多少 陈伯斟酌着语言措辞 尽量不对农安晴 造成很大的精神打击 农安晴文言一下子猛了 这不可能 你听谁说的 我找他去问问 谁说的 你告诉我 农安晴愤怒地问道 陈伯眉之声 任凭农安晴 在派出所的院子里 大吵大嚷一通 田巡艳落下了车窗 看着和陈伯吵架的母亲 她数次想要推门下车 但是都被陈伯用眼神制止了 农安晴嚷了几句之后 看到陈伯一点都不辩解 从她的内心深处 她已经认可了陈伯的说法 从陈伯的角度出发 她倒是恨不得农安晴 一直在学校里闹 这样也可以收集更多的证据线索 但是发生了今天的事情之后 陈伯觉得 再这么下去 这娘俩一定出事 尤其是当陈伯看到 在酒店的大床上 被扒掉了裤子的田巡艳的时候 她觉得在放任农安晴 继续闹下去 他们势必会受到 他们承受不起的伤害 妈 她说什么了 田巡艳故意问道 没什么 是妈妈不好 莫考虑到你的安全问题 我想好了 你出国读书的事 我尽快给你办 让你早点出去 你走了 我就安心了 你爸的事 我不甘心 农安晴绝强地说道 田巡艳文言 梅之声 如果是在以前 她一定非常高兴农安晴的安排 可是现在 出国读书 对她的吸引力已经降 到了第二位 妈 我求你见识吧 说 什么事 我是你妈 什么求不求的 竟说傻话 你和陈伯说说 我想跟她学打架 今天她三下五除二 把那几个混蛋打得哭爹喊娘 我就算是出国读书 像现在这样 你放心吗 你少来这一套 小姑娘家家的 学什么打架 你放心 以后妈 不会让你有危险了 他们不忍 别怪我不义 农安晴恨恨地说道 田巡艳文言 没有接着这个话茬说下去 而是淡淡地问道 刚刚我看你和陈主任吵起来了 因为啥呀 农安晴一开始没说话 但是这件事涉及到了田兴昌 犹豫了一会 还是把陈伯告诉自己的那些 关于田兴昌的私密事 告诉了自己女儿 但是他还是一再地强调 自己是不信陈伯说的那些事情的 他相信田兴昌不是这样的人 他是你爸 你还不了解他吗 所以别人说的什么话 也要分开听 虽然今天陈伯救了你 但是他说的关于你爸的事 我不信 农安晴固执地说道 田兴昌很想说 陈伯说的都是真的 还是我告诉他的呢 但是看到母亲这个态度 田兴昌还是没敢说出来 不信就不信吧 反正自己老子都死了 在他的心里有个好印象 对他还能有个念想 你上去吧 待在家里哪都别去 把门关好 除非是我回来了 谁来都不要开门 听到没 农安晴把田兴昌送回了家里 嘱咐道 那你去哪 田兴昌不放心地问道 我课上了一半就跑出来了 东西啥的都在教室呢 我也得回去和学生说 一下这事 你不用担心 我一会就回来 回去想想 晚上想吃什么 我回头给你买回来 农安晴笑吟吟地嘱咐道 田兴昌对农安晴的话没有怀疑 但是对于母亲的行为 有些不可思议 自己刚刚被绑架了 这才回来 还没到家呢 他居然要去学校看看 以前也没见他 有这样的工作态度啊 可是一直到晚上天黑了 农安晴依然没回来 当田兴昌给农安晴打电话的时候 发现手机无人接听 农安晴此时坐在车里 在对面的小区里 就是水电学院家属院 那里住的都是一些老师 他也曾在这里居住 但是嫌女儿上学太远 于是搬去了女儿学校附近 农老师 你怎么过来了 好久不见你了 保安看到提着水果的农安晴 热情地问道 我回来拿点东西 见个人 农安晴说这话的时候 还向上提了提手里的水果栏 保安会议 笑笑就让农安晴进去了 农安晴今晚是来找经文摆的 他知道 不管是自己丈夫的事情 还是这次女儿被绑架 这个老混蛋绝对是脱不了干系的 既然如此 你对我下狠手 那我就对你下死手 你对我女儿下手 我就对你下手 看看谁更狠一些 这个果栏里藏着一把锤子 他本想买一把斧子 但是考虑到斧子杀伤力太大 万一不小心给砍死了 那自己就得偿命了 他要的是让经文摆知道 你狠 老娘比你更狠 他要把这件事闹大 大到以后 再也没人敢对自己的女儿下手 这也是 作为一个母亲 他唯一能做的事了 开门的是经文摆的老婆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 农安晴对他没有兴趣 老太太也不知道学校里的事 还以为又是学校的老师来求自己老公办事送礼的 这种事每天都有 老太太都习惯了我来找经书记 在家吗 农安晴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个态度一看就是来求着办事的 老太太看了一眼果栏 又看了一眼农安晴跨着的女士包 断定 这果栏里没什么东西 这只是一个上门不空手的象征性工具而已 重要的东西应该在她的包里 老太太收礼也算是收出经验来了 在家呢 老头子 来客人了 老太太本想接过果栏 放在门口的柜子上 但是被农安晴伸手挡开了 她提着果栏去了客厅 这个时候 经文博正在书房里打电话 那天凌晨去找她的黑衣人打来的电话 说是那件事没办好 出了点纰漏 不过会很快把这事补上 下次不会再出什么意外了 经文博很是恼火 因为她也知道了学校里传的消息 龙安晴的女儿被绑了 结果又非常戏剧性地跑了 同时 另外一个名字 第一次这么深刻地进入到了她的记忆里 这个人叫陈博 打完了电话 她走进了客厅里 刚刚老婆子在外面大呼小叫地 说来客人了 收了这么多年大的礼 依然学不会矜持 有些人就是这样 一辈子慌慌张张 不管到了多大的年纪 都不能稳定自己的心态 但是当她走出书房时 第一眼看到是龙安晴的时候 有些恍惚 她似乎见过这个人 可是又显得有些陌生 确实如此 因为今晚来的时候 龙安晴在办公室里化了一个淡妆 看起来精神了不少 就连头发都是重新做的 之前的长发被她剪掉了 因为她明白 今晚她进金文博家里的时候 她就做好了被关一阵子的准备 长头发在里面很不方便 头发造型以及面部妆容的改变 让金文博一下子没认出来她是谁 但是这个造型很得金文博的欢心 不管她是来求什么的 只要她肯上门 自己就有把握让她不断地上门 老眼昏花的金文博走进了客厅里 她朝着龙安晴挥挥手 示意她坐下说 于是 当着金文博老婆的面 她又朝金文博走了几步 两人之间的距离就更近了 而她向前走的时候 还不忘把果兰也提了过去 你 什么事啊 哪个戏的 金文博坐在沙发上 大腹便便 这个时候向后已在沙发背上 这个动作 差点要了她的老命 因为这个姿势 想要站起来跑掉 实在是太难了 一来是因为胖 二来是因为年纪大了 腿脚没那么利索了 金书记 我是农安晴 我女儿 今天被人绑到了酒店 三个男人 差点对她造成致命伤害 我想了想 这都是因为我 你说 需要我做点啥 才能让人从现在开始 没人敢打她的主意呢 金文博文言要站起来 但是农安晴的手 摁住了她的腿 这一幕 让老太太很是恼火 老娘还在这里呢 你这是想干啥 老太太指着农安晴的脸 还没等她把话说出来 农安晴 从果栏里抽出了锤子 陈伯说的不是很清楚 自己女儿田巡燕 说的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们这些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指向了同一群人 尤其是女儿和她说的那几句话 女儿在酒店里问过那些人 自己到底是哪里得罪他们了 自己可以赔礼道歉 求他们不要伤害自己 可是这些人说 让她回家问你妈 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 不需要再详细说 详细说 他们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他们也不过是受人指使而已 他们的任务就是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只要是把田巡燕从街上也好 家里也罢 总之把她控制住就行了 接下来会有人来把她接走 农老师 你这是干什么 咱们都是同事 一个单位 金文博打死都没想到 一个女人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找到自己家里来 而且还带着凶器 可是她害怕得有点晚了 以前但凡有点敬畏之心 也不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尤其是田兴昌的事情出了之后 作为学校的书记 她最该做的就是渐渐农安情 做一些安抚工作 但是她没有 这也难怪 她找人下的手 自己再出来冒充一个好人 对受害人家属进行安抚 要么是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要么是根本 不屑于这么做 很明显 金文博从始至终 都没把田兴昌和他老婆放在眼里 也就是不屑于这么去做 于是 这些积怨渐渐累加 直到农安情手里的锤子 结结实实地砸在了金文博的膝盖上 本来他是想朝着金文博的头上 给他一锤子的 但是又担心一不小心给他砸死了 这样的话 自己就算是有理 也难说得清了 而且 自己还有女儿 还要把他养大 一旦出了人命 自己出来的时候 估计女儿都要结婚生子了 更有可能的是给金文博偿命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 龙安情的锤子 砸在了金文博的膝盖上 很清脆地响声过后 金文博的惨叫声响起 金文博的老婆吓得没敢靠近 紧跑挤不到了门口 朝着大门声嘶力竭地高呼着救命 杀人了之类的话 这样才能叫来救命的人 后来龙安情每每想起这一幕 就觉得自己当时真的是昏了头了 为什么手里的锤子一直在一条腿上砸呢 自己 该把他另外一条腿的膝盖也砸碎 让这个老王八蛋这辈子连主拐的机会都没有 膝盖这个部位是一个既脆弱又复杂的位置 这里的零件稍微有所损坏 恢复的时间代价就可能是几年 甚至一辈子都没机会再站起来 龙安情不可畏不狠 他不但砸碎了金文博的膝盖 还把他的左腿也砸断了 既然是来复仇的 砸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吧 没有 龙安情将金文博这个老东西砸倒在沙发上后 他又拎着锤子在金文博的家里开始了扫荡 只要是能砸烂的东西 一锤子下去可以解决问题的 统统都被他纳入了攻击范围 先是客厅里的鱼缸和古董摆设 进而是书房里金文博的古董收藏 这些东西都被龙安情砸了个稀巴烂 最先到达现场的是小区的保安 但是小区的保安最多也就是保你不继续挨打 对于龙安情一直持续地破坏 他们无能为力 一直到十分钟后警察到了 他们才把手提着锤子 到处砸得龙安情控制住 头发蓬乱 衣衫不整 雨无轮次 疯疯癫癫 这就是警察控制住龙安情时 她的精神状态 所以 当陈伯接到电话的时候 有些不可置信 当然 给她打电话的不是派出所 而是罗阳 龙安情这个女人 真的很会介事 当警察询问 可以给她的什么家人打电话的时候 她报了罗阳的电话号码 罗阳听了派出所领导的电话汇报后 当即指示他们 先要看看龙安情的精神状态 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而这个关于精神方面的问题 是在派出所领导 从具体办案警察那里得知 接电话的 居然是省委大秘的时候 事实提出来的 罗阳听了汇报后 也很配合地 把关于精神问题的疑问 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 这个案子本来是很简单的 但是事情到了这里 继续侦办的方向 好像转向了 陈伯很是郁闷 因为他接到罗阳电话的时候 好不容易关出下搭理他了 想要和他视频聊聊之后的事 可是刚刚接通不到五分钟 还没等情绪运云凉起来呢 罗阳的电话进来了 当他接完了电话 又给关出下发了信息 解释了一下自己这边的情况 关出直再没有回音了 陈伯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的领导直接说 农安晴好像是受了刺激 精神有点不正常 陈伯也及时地 把农安晴家最近发生的事情 以及今天他女儿 刚刚被绑架这事 也告诉了派出所 于是 双方都很默契地觉得 这件事很值得重视 干脆送医吧 但是慎重起见 陈伯反对直接送精神病院 而是建议先送到普通的医院进行诊疗 确诊后再说 这件事也要时刻向领导汇报 到了医院 陈伯趁着护士出门忙活的机会 看了看农安晴 说道 你这是搞大了 派出所说你有精神问题 你最好是继续装下去 否则你上门行凶的事 金文博不见得会放过你 农安晴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事 于是默然点头 算是认可了陈伯的建议 陈伯能帮的也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病情 就看农安晴自己怎么演下去了 因为是在视频里谈话 所以很多事陈伯和关注下都没办法明说 只能是很隐晦地交谈着他们认为的焦点问题 关注下经过了这段时间的冷静 他也明白 有些事一旦做了 就没有回头路了 但是他还是想把陈伯 从逐渐歪斜的道路上拉回来 我能做的最大让步 就是我爸的事 让我臭傲顶着 除此之外 你不要再牵扯任何其他的事 包括但不限于和贵路集团有关的所有事 你也不要想着再重建这个 重建那个 陈伯 有些东西一旦塌了 就没有再重建的价值 了 这就没有再重建的价值